《變法思想》 以為整個維新變法,不就是早期的不成熟的西化嗎? 甲午戰敗之後,就發現光這樣不行,要變制度 變變制度之後,就發現要變制度,連背後的學術思想一起變 於是以康良為代表的維新思想 但是都是因為舊的體制太頑固,然後新的思想又不夠深入 於是自強運動也失敗了,維新也失敗了,然後就制好革命 革命又失敗了,於是就制好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之後,就制好一種新的方式 就產生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國民黨改組,共產黨 然後大家打,打之後再往新 百多年來的講法,都是說 一路以來,尤其是大陸方面,還有國民黨的早期,也都是革命論述 革命論述,西化論述是主導的 之前就是不夠革命,不夠西化,於是一路失敗 革命又失敗 這個情況比影響了學術 如果我們看早期的作品 包括像最有名的研究一些變法的湯治軍 趙吉的作品 還是在這種西化論述的主導底下 就是說,為什麼那麼失敗 因為當時對於很多的東西 就是還不夠了解 對於西方不夠認識 當然也會說到超思過疾 這些種種 我們對於西化論述是宣傳的 這張法律是另一個人在古今的主導 寫在古今的主導 對於西化論述會 經過《西化論述》 復物資產出於西化了解 《現代化理論》所誤導的論述 所以認為,他當時已經開始有君主立憲的思維,議會的思維,要君民共治,這些種種。 然後,梁啟昭自己就說,我的《物須辯證記》是有張大之詞。 更麻煩的是,康以為的《物須奏稿》,這是在民國時間提出來的,很多人以為這是當《物須連間》的思想。 後來,黃漱介院士證明,根本是偽造的,二十年以為十九年是偽造的。 大陸學者,那是在文革期間,後來到1977年。 後來,新的資料出土證明,果凱是偽造的。 然後,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康有為經常的稻田日月,經常把後來的思想往前面加。 有兩個目的。 一個是在民國期間,要增加他的政治影響力。 因為後來思想要越激進。 他說,我很早就有這些比較先進的思維。 包括君主立憲,包括很早的自由民主的總統的講法。 他稻田日起,然後改自己的早期的回憶錄。 他有一個很有名的回憶錄,一般是叫做《康有為自編緬土》。 《康有為自編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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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涵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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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以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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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們一般所 我們總看重 他是個學術思想 以為他是先聖先師 種子道德文章 其實大家不瞭解 第一 他是個政治文體 他確實是想要 他有所模仿學習的政治 他們是改變世界的政治 第二 雖然他們這個團體的成就 是有限度的 但是幣不小 他跟他的弟子常常做大官 做很有影響 一些政治上的文路 更重要的是 他這一套 被其他的朱子百家選去 朱子百家都選他 人人都想見這麼一個師弟子的團體 基本上通常都是政治團體 兼學術團體 來改變世界 然後最後 和儒家跟朱子百家之畢 終於把世界改變了 聽懂意思吧 是這麼回事 這是中國學術的傳統 在這個之前 中國沒有所謂的學術傳統 他叫做官師合一 就是政治跟學術 官跟師是合一的 在那個時候 姚順與他隆武中功 這個是官師合一的 後來才是官師二分 但官師二分的時候 其實這些早期的師 他們本身都是這個政治文件 請大家瞭解這一點 那康友與康良是繼承這一點 所以他們一輩子都要奔走政治 梁領啟超是到了晚年才做學術 結果他們的晚年這些學術 後來就成為中國學術史上最重要的人 是一個人才不是天才有義 所以他前代生就在搞政治 他在搞 不是在搞學術 他就晚年搞一搞就成為 你們如果念中國經驗的學術史就知道 他的影響可大 因此 第一步 我們先給大家了解這一個開端 我們在這一個 基礎底下 我們休息一十分鐘 我們會繼續講 復習年輕人 我們休息一十分鐘 先協助自己的思維 理論 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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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所面對的問題,我稱之為,中國面對的一個第三期國家的,要怎麼重新建國立國方式之爭。 中國要徹底地改變他原來的立國方式,在第一期,也就是封建時期,第二期,叫做帝治時期,就已經構成了。 所謂的經學,經跟經學,經是第一期的紀錄,夏昌舟三代政教的紀錄。 經學其實是第二期的中國,就是到漢以下的中國,對於第一期的建國的記載的一種重新的反省思考。 漢以下才有經學,漢以前沒有所謂的經學。 它為經與經學,因為它laughing,練到經不來精分,實力進入了一種迫未說的重新的藉革's uprising。 morgen後後,隔壞這期徹底即徹底界的之爭評銷,美 Il Feig NA Masters ởily 康良 一眼以蔽之,就是現代文化的問題。 中國是屬於中國的,西方是現代文化的問題。 中國是屬於中國的,西方是現代的。 一切的研究和思維指揮, 怎麼把中國的中國, 要變成一個現代的體制? 那是一個進化論的思維。 人類的歷史基本上都是單線進化的。 西方早就從中國已經進化成近現代, 中國也是要按照進化論的原理, 從中國要進化成近現代, 因為乍看起來, 中國好像有很多類似西方中國的物質, 家庭,各方面的面貌, 中國的主體性, 中國的主體性, 至今都很強, 無論他的僵域,政治體制, 經濟運作的方式, 中國的中國人心理狀態, 家庭的狀態, 傳統的觀點, 依然很強。 當然也有很巨大變化。 一種老中國的腐敗、衰落、擊斃以身的狀態,所以體制內的改革,種種的原因,只有剛跟朱玲。 一路上的長世西化,一波一波的推進,逐漸逐漸現代化的過程,遲早的最後就是指向西方的道路。 因為已經到了二十一世紀,二零年代,一九年代末期,似乎中國的道路不太是走西方的道路。 那到底是不是中國是越來越西化了呢? 一方面看起來是的,但另一方面來講,他自己的整個系統,政教運作的方式又非常地傳統。 一方面看起來是正教合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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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正教合議的道路。 他致命的道路。 那在這些都是西方的道路。 那在這幾乎體驗的道路, 是正教合議的道路。 承認的是正教合議的道路。 那信教合議,你這個的道路。 晚清立國 在滿洲是大漢,不足政權,在漢地區是天子。 這才是他真正有意義的東西。 另外,他是君主獨裁,高度實行秘密政治,重要的事情只有當事人知道。 而核心是軍事武力統治巨大的二元物體制的地位。 所以,他是軍事力量是關鍵的。 雖然八旗綠營後來不能佔和永營崛起,但是滿清的貴州對於漢人分和制止,任何漢人都府都無法在軍事上捕破全局。 事實上,從統治中英之後,雖然說是地方勢力和人都府的力量上升,但是在1873年之後,十一代後就已經成功的有效的逐步奪權,慢慢又收回來了。 因此,基本上這是一個以滿人為中心的,孤族政權均是統治為源頭的,這樣子的一個政府。 因此,漢人無法處理非漢地區的政治。 因此,很多的地方都還有兩個最高行政長官,一個是滿、一個是漢,不曉得自走。 一方面集權中央,另一方面在各地有很多制衡。 例如說,地方軍隊有都標、府標、提標、總標,互相的制衡。 簡單地說,各個城市都有各式各樣制衡。 滿盟互相制衡,各級的官員互相制衡。 結果誰能夠統治了,全部只有軍王或統治。 因此,明太祖不放一世界神,因此出身紅軍。 因此,明太祖不放一世界神。 也不相信毒數人,因此為祿所所用的。 清代是一方面高度運用士生, 因此,既不放行漢人,也不打算跟漢人之籍爭執。 前隆有名的玉批 曾國凡 曾國凡 極權於最高點 至於官僚系統 盛行內宗法關係 人生、弟子、官場上有自己人 自己這一派、那一派的人 他會結成各種的派系領 因為當時的人生的基本的生命 基本的運作方式是家族的 所以他離開家族之後 跟人的關係 基本上是有內家族的關係 稱兄道弟 結成親家 互相聯姻 互相種種 所以讀書人有很多很多的集團 他是有內家族的關係 整個社會都屬於是 跟我們現在不一樣 我們現在都不再是內家族關係 我們現在越來越是公民社會的關係 因此 在實際上的政治 一方面有很多的規定 但是 他 真正要做事行 一定要把上上下下的網絡 各種的派系集團 搞清楚你才能做事 而且 你上面還一定要上面有人 才能夠把這種複雜的關係 才能夠把這種複雜的關係 才能夠明白 因此 因此 而且是地方不全 上層的結智又多 地方能夠主動的身為有限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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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巨大的帝國或帝王之國。 理智的破壞,私人的利益大幅的擴張,人人想正觀發財,不再像清初的早年的官吏之風比較良好。 而且儒教體制在僵化,因為長期,明期以來都是一種劣質的儒教系統。 他的精神在逐漸的衰敗當中。 人口過度增值,直接就造成了散除教匪,太平天國免亂,事實上也間接地促進了迴亂。 人們的生活越來越苦,平均的田地數量越來越低,再加上勵志不良。 真正的官吏,因為多個愚蠢,有另外一篇,和各種低下的人。 文在教學上,不斷的 evol次мет,移動地數去不斷,更在焦慮會減濃虛,而有很多土匪。 不斷的民眾,不斷的民眾,不斷的進步,更是大陸司長俗將有的不同的民眾。 清朝的衰亂是有兩大原因。 一個是中央的控制力衰弱,地方的勵志越來越壞,管不了。 人口過度的增長途徑多用。 人口過度更加分泉,派系更多,而且每一個人圍觀的時間都短。 人口過度兩三年,不常任不負責。 地方的治理情況越來越長,中央也無力改變這個狀況。 中央也不是早年清出的那樣英明的祖上,是這種體制的一個根本問題。 康良當時的想法,他們認為,他們的思維,卻不是從這個理由出發。 雖然他們在清朝當中,他們主要是對照西方來看。 他們認為,西方是非常強大的。 甲午之戰,日本人勝出。 日本這個勝出,是證明日本學習的西方的制度之後,立刻就能夠勝出。 所以,他們主要是拿日本的變法,跟彼得大帝的變法,來說服當時和皇上。 彼得大帝替化了,成功了。 和彼得大帝替化了,這只是中國有種意見。 由於日本的歷史,正在是中國有種意見。 美國就不然有種意見。 日本的歷史,正在是中國有種意見。 日本人勝出了,如果美國有種意見。 日本人勝出了,又是中國有種意見。 日本人勝出了,所以是中國有種意見。 民智為新,是一個全新的體制。 他本來就是大政奉還,不再是幕府,就是要建立新政府,所以他當然好用新的東西啊。 清朝不一樣,清朝到了朝來末期,不是一個新開始的階段。 日本的規模比中國小太多,尤其在當時。 日本是剛從封建,到達建立一個君主極權國家。 日本是剛從封建到達建立一個君主極權國家。 普魯士、比斯曼、後來統一德會。 他們原來是高度封建的國家,分散的。 但中間只要一支獨秀,他慢慢這個地方做得好。 慢慢他可以透過各種的手段慢慢的擴張。 這個結果會把一個優秀的體制,逐漸擴散到旁邊去。 日本是一個新型態的,大致奉還之後的一個全新的格局。 因為諸藩搞不定,然後對外也不行,黑傳事件之後,美國人來了。 於是,他重新的體制。 當然也要經過西南戰役,然後這些種種的事情。 他才能夠逐漸擴充他的力量。 都是以一個新的、小的慢慢擴充,這個不容易成功。 中國正好相反。 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兩百多年的體制。 你要怎麼改? 聽懂? 他是吳請忠次人,現在不應該為一些的理念。 你身從中去回家語彼的家語彼的家語彼這房子。 你有甚麼相反hai、賴像和我互因。 自強運動的基本形態 地方的權力已經相當的巨大,各地的都府善群的問題已經出現,中國國體巨大,而這個時候地方又分散 他們無需軟動,也沒有必要向日本幫忙走個新之路 所以這有第二個困難 也就是說,整個國家的體制是一個大的帝王之國 他要顧及到面向很多,他不是封建國家 他偏偏是帝王之國底下又是都府的一個有權、掌權 各地有各地的做法、各地的想法的國家 所以在這種情形底下,如果要變化的話 其實是必須中央要有限度的範圍之內,先做出個事情 所以在其中央有限度的 ads,一得更工夫 他也有限度的發生,他們將會發生,第三個困難 他們將會發生,在和其中央無關 在和其系統的反應,在和其中央無關 它也會發生了更工夫 因為會發生,任何善途無關 所以說,把他在家兩時圖無關 本來在中央法律的情況底下,地方上能夠齊積式的中心,而且沒有出現唐代的凡症之後, 正是因為儒學普遍興盛,不像唐代主要是五元,甚至是五元。 除非不要以為說,同志中心之後,中國還是一塊很正常啊,不然呢? 在唐代的例子是,安死之亂之後,他就變成凡症割去。 為什麼呢?因為平定安死之亂的主要都是五元,甚至是五元。 平定安死之亂的主要是五元。 因為打平太平,天國,恩典那些主要是讀書人。 這些讀書人有儒家的觀念,有忠俊的念頭。 他們覺得這樣不對的,不好的。 因此,這個情況底下,你如果輕易地就否定了傳統儒學的很多講法, 那麼這些人會怎樣?當然不符。 我是因為儒學的關係,所以我才會效忠中央。 你怎麼能夠輕易地把我們所相信的和儒學都果定啊? 這是第三個問題。 所以講起來問題很多。 那麼,我們如果從體制開來很容易了解,為什麼同志中心跟自強運動會如此發展? 有儒學都孫,所以有儒學都地盡 China。 那他們能對於德國,何謂自己所相信的問題。 對於常盛軍,西班武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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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砲的人更強化的。 但是,他們都會有限度地做。 這旦文化的意思是因為,他們無可犯法。 藉人、隆人,他們都受到他們體制而侮視Are para受中共好像甚至於的限制。 中央不敢太信任他們,而他們也不敢太多度。 同志中心跟志強運動,都是變成各地的都府在做,但做得也不敢太大、太宣章,就要跟中央之間保持一個微妙的平衡。 絕人、舊的人都不過如此。尤其李鴻章,因為敗軍之將,又先加了條約,為舉國所罵。 在這個情況底下,才逼出了一個新的維新變化的思維。 所以這個狀況是很為難的一個狀況,這是一個老大的國家,是需要體制性的改革。 但這個體制性的改革,其實是繼承了兩百多年的一個舊的體制。 中央跟地方上有矛盾,但是又是在一種微妙的平衡的狀態底下。 整個體制是靠著儒教來維繫。 儒教到這個時候本身也衰敗,也衰落。 在這個時候,梁體超說,大家不讀經出,但曾兆克經出,做了有幾人。 當時明白了,就覺得有問題。 在這個情況底下,竟然,甲武就敗於日本。 然後很快地又有什麼德戰,叫法戰廣州灣,長江流域,總總英國的入手。 在這幾年之間,在這幾下,就逼出了這個變法的思維。 所以,戶需變法是中國能從內部變革的最後的機會。 可是它基本上維持儒家的底線,體制上已經砌足充分的。 但是,即使如此,當時已經覺得變得太厲害了。 這種大變、樹變、全變,先是由康有為提出。 後來他發現也不對,而他也殺不了車。 光緒又想要大變、樹變、全變。 他也拉不住。 然後再加上外面的智軸。 整個磁吸對這個情況產生很大的疑據。 最後呢,一起短命而終。 從1860年到1970年代,黃貴芬說:「輪常明教為本,浮以西方之術。 從1970年到1970年代,馬建宗、薛富城、王濤、鄭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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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一些老外,林樂之,從1870年代,李提摩泰越晚, 捐主張中國批變教育、學科學與西學。 李還同時主張,聘西國先生授權、西學代表一切。 兩人先後主持《萬國公報》。 西學與西方思想的媒介, 《舊術院改制新學堂設立》、《學會報紙》、《江南製造局》、《江南製造局》、《大量的翻譯》。 在這個情況下,其實已經有一系列的維新思維。 可是維新跟變法是不一樣的。 像剛剛總統有偉來的, 就是梁啞昭之中, 四萬學校, 何從梁啞昭之中, 只視官在立國上的制度, 梁啞昭之中, 就是自身為統一奉來的代理。 旁啞昭之中, 政治上改變道, 就是它的一個改變。 這叫做變法,整個根本上的一個改變 為何偉,大多方念偉? 古文的宣說,孔子在裏面已經富有如何如何的新的好意思 遭遇到重挫,使人以為以狂生募直 廖平有一個偉經的說法,有一個靜文靜學的說法 於是,後來就很快地寫了《性學有經堂》 整個漢以下的《流星》所偽造的 《流星》所偽造的 《流星》所偽造的各自和火的一種 《寶子柏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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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經學》 《巨亂寺》、《深陵寺》、《太平寺》 《巨亂寺》是諸國分裂,互相跟相爭的 《小康》是帝制,一統的 《大同》是領於民主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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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康》是領於民主政治的 《均民共自治》 《差 lending Menschen's conclusions》 《文中,是 Ephraヴ temporhst》 《寺性嘴,是我們也對在道德的人文牽 sola》 是慣亂寫的 8 sext nehmears 不可能他的美影 刑亂寺 要重視地方自治、社會動員 公車上書 這些投資 這些 περι佔法 是瀰馬婶 一百 intelig surveys 1895年,陳寶嗔任跟溫髮 領只為東莊 鑒馬牁 1897年,鄭寶貞任胡亂巡撫 梁啟超為總教席,譚思同,唐財商俱來,言論激烈。 重平等科學,民族主義,地方自治,人民主權,革新家庭,繁滿。 早期還帶有一種繁滿的革命意味,後來就不講這個事情。 但是,實質上來講,他會因藥也有所變化。 1896年,光緒昭健康有為行變法。 之前,所謂有的翁東回紡織建議是說, 不過這個後來現在考證起來也有很大的麻煩。 也不是如我們一般所想的。 這裡面,翁東回其實對他有為頗有意見。 但是,辦成在總府建朱大臣。 所以這一段的歷史相當的複雜,是史學界目前聚宋紛運的一塊。 慢慢稍微比較理清了,但是還是很有很多的問題。 原因是我剛前面跟朱文說過了, 就很多原始的時代,第一首的時代就出了問題了。 那麼好, 由於他代表演 follow 從... 後來只有六指指委儲不 основ, 那八道見て多面。 也看到觀望ittäミ龍寺的一段短套的角度和《家藏基地》作詞力, 還ün catches喚中級 electgun與十字。 而是 welimき的風格是正的狀態。 這個問題後來也吵了很久,但是根據毛海建最新的研究考證,光緒不方便把他放到一個比較重要的位置。 中央曾經下招書幾次,要各地的人推薦人才。 中央曾經上有違建的人,光從這個就知道,所以是真的需要用靠人的位置。 其他人知不知道,其他人大人都知道。 其他的舊臣跟慈禧就越來越忌憚,就覺得說,你是不是要對付我? 是這麼一個狀態。 他們主要做的事情,是犯了新玄廢八國,經檢中央閒子,廢了三個巡撫。 你改六部為西式部會,司法獨立。 各地設商務局商會,改變楊超,採檢綠營,籌設五位大學長。 當時,你改給了一個傳統。 你改當時,你改作 異性,就證得了兩端,毫無二端。 你改到六部為西式部會,鮮售城上,炒得很厲害了。 當時,你改到六部為西式部會,而歸城上。 你改到六部為西式部會,滿時,以你改到六部為西式部會, 很新鮮售城上,然後吵得很利害了。 如果有民有任何會,每天多藉打舉,你改了千萬多。 那你改被伴了新玄廢八部戒,才會? 楊超、採檢綠營、籌備武、佩大學堂 重新歸清一些種種的制度 所以根據毛海賤的研究 目前最新最好的研究 來看,戶需變法時期 他以為他只要為政治思想跟政策設計 戶需奏搞裡面 多處提到立憲國徽三權鼎立不昏 許多的關於地法違憲 學術界很多長期的講法 通通被推翻 重建起來的 尚清歷的第一書 高官 連絡上臣之意 不確定是 太平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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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見了皇帝 要妙選人選 與論自道 他主要的說法 周有土訊、送訊之觀 長道地圖 征色遜意之官,招致天下其弦,妙選人選。 征色遜意之意,其他人對他朋友一見。 他被莫為眾風狂走,覺得他發瘋了。 在此時期,他還請了先抄起奏折的種種,也沒有上書嚴世的講法,也沒有太大的影響。 可見,康有為很早就自認為得道,得道之後就覺得,按照他傳統的想法,要改變天下的政治。 《論實務》一文,提出意願的設計。 這個意願的設計,不是我們現代的國會的概念。 審跟周縣兩極設立意願,主要的目的是下情上達。 中國之俗,身世入局,即靈魂堂,亦有下產靈魂之意。 近歐洲意願亦,其在朝廷沒有大事。 下王公、九卿、柯道義。 此時歐洲所謂上意願亦。 中國宿上國體,若朝廷設意願亦,國體不遵。 中朝、宿佑民情。 此時歐洲,並沒有打算中央設這個意願。 想到地方設意願,讓地方上的上情下達。 其他意願亦,要用人,要用賢財,不要用那些不好的人。 下情上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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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民主的思想,只是他們是感覺到西方的這個學問,西方的體制比較能下心上的。 另外,鼓勵私人,遊歷外國,設立影學,這些種種。 康有為,楊啟昭,在戊虛前的學術, 王尼竟然說,所謂反對康有為的思想, 古學三十歲以成,此後不復有盡的說法,是靠不住的。 王尼竟然說,從他的政治上的建議來說。 政治上的建議是一路在變,一生都在變, 但實際上,果子裡的最高道理的信念從來沒有變過。 無學三十歲以成,宇宙人生的最高原的講法,我早就有了。 現在叫做因時至疑。 來救救你們這些苦難的眾生吧! 我也要看你們的苦難的狀態,我來電話來用。 但是,基本上,康有為是很特別的一個人, 他早先提這些東西的時候,他連舉人都不適,他到1893年才當了舉人 政治、社會的趕格,是兩個越具體 慕懲歩 Always 是幾千年來,都是繞著經跟經學在轉,所以他要改,就要把整個經學改變。 現在人常都覺得莫名其妙,但是如果你不懂的話,那就是你對於歷史莫名其妙。 因爲古人就如此,他能夠整個變法的思維,恰恰他是認為,這個經是當變,須變,孔子就變,流星也變,我們今天,我就是那個要成明而來,要變的個人。 孔子的維言大意裏頭,本來就是大同事的思想,是很有很多現代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平等、博愛。 孔子的維言大意裏頭,只是維言大意裏頭,而未發。 到了我們今天是需要的,我就把他發過出來了。 因此,如果對於經的改變,他就企圖這樣去說服天下讀書人,因此政治上也應該改變。 而是有很多人反對,我恰恰是因為反對他的性格委經考,跟國子改制考。 孔德和後來就說,有沒有在舉見他之後,實際上沒有過太久。 孔子的維言大意裏頭,是有很多人物為狂人的。 孔德和早年確實是心長大,孔德和有心思想,孔德和確實也有舉見他。 但對他意見其實也是複雜、矛盾也有保留的這種想法。 所以時代人分兩部分。 一部分人是覺得他簡直狂誕,另外一部分人覺得我們今天需要。 那怎麼最後這個人會上中國政治的最高層呢? 照毛海賊的講法認為,其實他覺得是偶然。 這個偶然是在於,當時的整個中國體制推不動。 光緒開始感到巨大的危機,推不動。 然後各地的阻力太大,最後就只能用這麼一個最有推動力的人。 這群人卻是一群狂生。 這群人卻是一群人卯而民生。 一群人卻是一群人卻! 他昨天和百分寢! 至少,從體制不容許你這樣一種狂旷的作為, 無論從經學到政治, 都被人當作狂誕、狂放而不如事時差帶來的, 最後假如否定。 物系辯法 天之極充盈,一直有抑鬱,有政治的改變。 西方的公理、自由、自主、平等的東西加進來。 西方的最先進的民主政治的好處也有,只是我們不能一出而及。 三世的逐漸的勇進力,即使這種所謂的逐漸,在當時就已經是破天荒了。 梁啟沙說,他這個東西一出來像火山爆發一樣,心血無停考,出來像火山爆發。 前所會有之說,他也上了許多的奏折。 西方的食物爆發行到一萬五千份,前所會有。 西方的食物爆發行到一萬五千份。 西方的生能並不斷以個內派而生的實力,反而不斷以異漫。 西方的思維這 obra是這兩種幔文化。 西方的思維,主要生意無恁。 西方的思維,主要生意無恁。 西方的名字,西方的思維。 基爾維丁考根,公司開始考文,不詳細說了。 這個東西,我們列為指定獨物,請大家看,就是王漢竟然這兩篇文章。 就是物學變化時期的康爾維丁,剛起草這個思維,請大家看一下。 康爾維丁,以漳樹,漳樹是漳於漳王。 漳朝人以孔子為漳王,以漳樹,以漳樹為教皇,木為南海聖人。 為不及十年,當有福命。其年,目光炯炯如言下見,至於命狂,不是一笑。 浩子者,兵命傳,如何如何如何。 這說法人,已經很理е離歸。 有些人已經懷疑了,有些人猶如天主,而是押以此,刑許的,指令人,把前後見。 這段說法人,是遺漳所優的,而事後寫給了此,師。 彈簽了一段話,從什麼樣的證據可以證明,卡尹文還真有這樣的說法呢? 就是引用黃海健在我史的手稿本,光聚四年的最初文字是:「乎自以為孔子,則欣喜而笑,乎自以為孔子,則欣喜而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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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自以為孔子,則欣喜而笑。 乎自以為孔子,則欣喜而笑。 孔子和他的弟子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後來終止百代貝林,到了整個封建跟帝制的末期之後,重新再來一次。 但是,在歷史上,竟然造成這麼巨大的效果,這個事情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康有為,最後透過這些種種,完成他的大同三世說。 大同三世說